小虎队带给一代人的美好记忆回忆 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 小虎队带的人听的不只是歌 更是当年的美好回忆 快乐的记忆 小虎队出道一时就立刻横扫了整个亚洲乐坛 男生们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和造型 乔女生们疯狂收集他们的杂志和海报 甚至上志花甲口袭的老卷 下志一阿学语的垂条 无不成送小虎队的歌曲 后音成员扶平亚解散 当年三个人分开之后 陈志鹏和苏武鹏在《缓珠格格》中 分别饰演了尔泰和我阿哥 随着这部电视剧的逐渐深温 陈志鹏和苏武鹏的免细也予以进展 但是吴奇隆在这个时代之内 一直都是故人不果的 但是后来的发展貌似又转变了方向 一直到2011年 已经吸着个苏武武鹏龙 连接步步心心中的四眼 已较自成了影评中的男神 免细暴涨 婚姻美满广告不断 对于一种而来 其实再回头看 苏武鹏和陈志鹏 好像又陷入了一早之中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的 首先说苏武鹏这几年的年纪中 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基础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纪 已经成为老一辈艺人中 成就比较高的人了 他们这个年龄 已经不能仅仅的 再有赚多少钱来评断了 而是应该看实力 看成就 苏武鹏这几年的影视作品中 都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 再看看陈志鹏 这几年中 看起来下演的作品并不是很多 有些作品甚至只是简单的 有型客串 但是陈志鹏的这几年中 更是没有闲着自己能表演 这个也算是厉害了吧 而在影视方面 陈志鹏在音乐事业中 取得的成就更大 在寻求中文音乐榜上榜中 陈志鹏凭借自己的一首新歌 他和他获得了榜单的冠军 开了一次世界情绪演唱会 开了几次小型的音乐会 再反观吴奇隆 虽然年龄已经不小了 但是现在走的路线 还是有偶像派 都不能躋身于实力派演员中 这对于一个演员来说 是最大的煎熬 他偶像派来吃饭的吴奇隆 还剩几年时间呢 再过两年 一旦这个偶像派的地位 保不住吴奇隆 又该如何进入实力派的 行列中呢 所以整体想说 小虎队中混的最好的 应该是苏友鹏 其实是陈志鹏混的最差的 反而是现在看起来 年纪最大的吴奇隆了